大乘心事 大乘心事 918大乘心事 我是陳鋒 這個時候聽下下位朋友的電話 A小姐 A小姐你好 陳鋒 你好 我是想問關於職場上的事 因為我星期三才收到通知 我又被第三間公司解僱 你剛才提到你連續被解僱了三次嗎? 短短的幾個月 對 為什麼呢? 去年的第一份工作是十二月被解僱的 是因為公司 我老闆再加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千丁萬宗我準備好一些文件 我的同事不斷在旁邊 我留了一份文件很重要 為什麼到那裏交不上去 回到那裏 老闆的媽媽就跟老闆說 這個女生會搞到你公司倒閉 所以你就不得解僱了她 所以我就第一拜被解僱了 第二拜找工作的時候 就找到阿神 因為裏面有兩個都是做了十年的老臣子 他們就霸凌我 即是說 以你這個年紀 正出來找工作很慘 甚至這樣之後 就去找老闆投訴我 作一些目虛有的罪名 所以老闆就解僱了我 那第三份呢 是因為我自己也有點不對 因為有時候會遲到入公司 還有因為我有入院 因為這個月中剛剛入院出來 所以老闆就說 在試用期間不可以入院 所以又被解僱了 嗯 嗯 所以就 我說找工作又暫時未找到 因為現在是靠近年尾比較艱難 還有很多公司都在找現登的 所以我朋友就去拿職 他說不如你出來拿職 反正你做工做了這麼多年 都是找兩三千元吃不飽我不死 那不如你出來拿職 還有因為我本身有接觸直銷行列馬 他說不如拿職之後有些時間去做職 所以我就很猶豫不脫 我究竟要怎樣走 嗯 嗯 嗯 想聽陳鋒的意見 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 嗯 因為我很擔心去抓腳 就是說 不是說賺不到錢 但是抓腳 風險很高 還有那個 就是當我健康有問題 因為我現在健康出現問題 需要周北市回去覆診 當時我又沒有收入 嗯 嗯 很迷惘 現在 首先 什麼都未做之前 嗯 需要你改變心態 改變心態 嗯 改變你的想法 改變你的態度 嗯 因為我剛才聽你說的話 老闆說我又不太接受你 哦 哈哈 你剛才說 老闆有一份好 第一個 去年十二月 老闆有一份很重要的事情 對 但是你流了 對 但是 是不是你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 你就是說 我同時在隔週 搞到我 沒得賴的 嗯 明白 所以 那個是 你自己要負100%的責任 哦 明白 旁邊的人隔週 你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藉口 嗯 這個你可以接受 可以 OK 所以接著下來 任何的原因 都是因為 自己的態度 或者是自己的想法 不夠 必須要有一個很專業的思維 做工也很專業的 我收了你的錢 我就要做到最好 如果做到最好 有時候 就是我拿了那些薪金 我為什麼要做到最好給他 我需要做到這麼 一百零一分 我準時我就走 有很多現在的都是這樣想法的 是嗎 是嗎 但是 他從來沒有想過我做多少 不只是做給老闆 究竟你做這件事 你不是叫你抹桌抹多兩張 你做的工作 有沒有學到東西 這個重要 你有沒有為自己在儲分 這個很重要 我做多一個小事又又怎樣 我做多一個小事 很吃虧嗎 你可以用這個很吃虧的角度去看 或者你用我做多一個小時 我都賺多一點一個小時的經驗 或者也都賺多一點別人給我的看法 因為年輕人做這些事是很重要的 工作態度 明白 不怕吃虧 我都不知道現在年輕一代 哪裡開始教會你 不要吃虧給別人 不要吃虧給別人 做工不要多做幾個小時 不要多半小時給你 很吃虧 即使這個想法 不知道誰開始講起 誰教起 我這個公司很奇怪 好像說 因為是六點下班 等等 但有時候 其實大部分時間 我都有做多七點七點半 這樣下班 這樣我的主管 就跟我說 你七點七點半下班 其實是not work life balance 你的態度也是有問題 所以我又說 我做到一兩個小時 加上有沒有OT 為什麼我一點點會有問題呢 那他就跟你覺得 其實就不是關乎在OT 可能是你的工作態度 嗯 嗯 不要抱怨 我其實不完全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會認為 一間公司的同事一起工作 他不會無緣無故去 他沒有空無故去做 攻擊你 特意把你弄走 大致上 一個正常的人類 不會做這樣的事 沒有 我又不排除一百八 又不排除沒有 但是我在想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對他有什麼好處呢 單純是為了看你不順眼 那還是 還是 還是 其實 你 你 首先任何事情 我們現在很難去 每個人的心 一定會不舒服 如果我說這句說 檢查一下自己有什麼問題 檢查一下自己 是不是說話的態度 表現 有什麼狀況 會令到別人 你這個後背一進來 是這樣的態度 不高興 明白 但是那個 又不需要太過戒懷 因為你還是學習階段 我還輸得起 我年輕 所謂的輸得起就是 被別人這樣對 不要緊 我最重要 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我想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應該大家都懂的 要進步 怎樣進步 我已經很厲害了 接著我要進步 你從哪裡進步 你已經不厲害了 進步通常就是 看到不夠好的地方 改了去 就叫進步 明白 我再問你 什麼叫進步 檢討自己 之後再改進自己不好的地方 就進步 你說做得很厲害的 都可以進步的 很厲害 我再比同行 同樣職業 同樣什麼的人 他比我厲害 例如 你做消息 假設你是做消息 你可以做到100萬 多厲害 其他公司有一個 跟我做一模一樣的 可以做到110萬 原來我不是最高紀錄保持者 我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是另一種進步 他不是做不好 他是有人比你更好 我要向他看齊 要良性競爭 我都希望我做到他做到的 那你就進步 兩種 一種就是做不好 改進 改進基本水準 不是表現良好 不是表現良好 有一些進步 第一就是 改進基本水準 你做得不好 改進基本水準 第二就是 改進水準 合格 隔壁有人很優越 我如何推動自己去到優越的位置 我如何推動自己去到優越的位置 即是像給我好的人去學習 是的 所以當你有這樣的情況 連續三間 不會三間公司這麼巧 即是 即是 大家這三間公司 原來合起來來整弄你 沒有可能 就是了 那你就要 打開自己的心態 不要那麼傷心 不過用學習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 OK 看你真的要認真去學習 沒理由這麼巧 三個都針對我 我一定是有些地方不夠好 好吧 我就去提升自己 明白 因為 現在我有 我是帳戶 但我不是說專業 我是半個帳戶 我就是assistant 因為我有去運工 但 平常的平均人 他們的工作 是 從20到35 所以我現在是 三十 三至二 三十四 是的 年紀大 是的 所以要 humble 一點 要勤力一點 哈哈哈 態度認真一點 我的朋友就說 你這麼多年都還是 account assistant admin 就是這麼多年來 我身水的 average 都是 大概兩千出三千 所以他就說 趁這個機會 你有沒有出來創下 哪製造 哪製造 就是專心在自己的生意 direct selling 都是ok的 但是 你無論轉任何行業 你這次再轉下去 就要分身的了 是的 年紀都大了 我就是很 很迷惘 我有經過interview過幾間公司 數他們都說 你三十 對嗎 我聽到這樣 我心都跌一跌 以你的年紀來說 是屬於 慢慢在市場上 競爭力會降低 嗯 因為現在很多 零零猴都出來 是 好了 那就 你自己考慮清楚 你要安樂的日子 就做回同樣的事 你要給自己一些挑戰的話 轉換一下跑道是ok的 可以 麻煩你 OK 拜拜 爭取時間 我們盡量再接多一通的電話 九八大乘心事 鳳哥你好 你好 你是哪位 姓蔡的 蔡先生 是 在新加坡 打過來 是 怎樣 嗯 家裡有事 嗯 太太要跟我離婚 ok 原因 你結婚幾年 十幾年 有多少個 小朋友 楊果 ok 他跟你說有什麼原因 嗯 都不是十分清楚的原因 自己不是很清楚 所以跟你離婚也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所以 都是 一般上 都是 他覺得 我太過沒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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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要讓他去做 幫我去做 嗯 嗯 ok 其實我是 我們 前半年 上半年 經濟上的問題 所以現在 剛剛過來新加坡 三個城 兩個月 三個月時間 經濟慢慢好一點 嗯 但是他這個時候 提出離婚 嗯 嗯 但是你當然大概知道原因 怎麼會不知道 嗯 可能就是 他有說到他幫我很多事情 然後可能我就沒有去 很關懷他 或者他 很 怎麼說 關懷他 嗯 嗯 嗯 就是覺得不夠關心他 是 但是如果一個女的 會提出離婚 很堅決的了 他 有時候跟你談了 他什麼都不肯去 他就要你 如果一個女的 去到那個位 呢 意思就是 你之前提了 很多輪 他覺得 都沒有改變 而去到死心 去到死心 意思就是說 這個問題 好幾年了 嗯 嗯 就是他可能會跟你說 這件事 他又覺得你沒有 你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他又覺得沒有什麼變化 這樣 不一定是要變 意思就是 他期待變 但是他就看不到改變 不一定是 因為 呃 怎麼說呢 呃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 他很堅決 之前是 有吵架 沒有說到要離婚 這回事 所以現在是 直接說出要離婚 很堅決 我問他可以玩回母 他又 不想玩回 他是 直接沒有機會跟我談這件事 他就說說說不定 去到死心的位置 去到死心的位置 所以我就 問他 可以怎樣 要挽回 所以 硬的也試過 怨的也試過 如果去到死心的位置 跟你說 很堅決 的時候 的機率 真的很低 嗯 意思就是說 他重複重複跟你說了 他都覺得 你沒有改變 又再說 又沒有改變 說到他 受不了了 嗯 我覺得是這樣 嗯 做會議士氣 不能挽回 他主要是針對什麼 我還未真正聽得到 聽得到那個問題 嗯 因為我在外面做工的 所以我本身有生意 所以 我又幫人家打工 就是part time 打工 跟著 有些生意 他又幫我處理 所以說 這個客人下定 他又幫我開單 幫我接單 比如說 他又幫我做一些 income tax 的事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他基本上 都幫我處理這些東西 都覺得他 他覺得他很辛苦 好像做我的 扯線工地 那樣 我要他做些事情 幫我做 他好像沒有了自己的生活 沒有了自己的事業 那樣 都不是這個問題 都他有說是這個問題 他有提到這個問題 吵架多 是嗎 嗯 基本上前半年是 他幫你做 你有時時有因為 你認為他做得不夠好 而說他 我根本沒有 因為他幫我做 已經很開心了 因為有些事情 我基本上 不是很懂得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他有幫我做 我就其實很開心 還想要去罵他 什麼事情 沒有可能 他自己有做工 他之前是 剛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他是很強的一個 理常人 事業很厲害 所以賺了很多錢 當然 後來結婚了四路 然後他因為 要照顧四路 他就放下他的工作 所以我出去賺錢 這樣就變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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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要專注的就是 怎樣去處理 接著下你的日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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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細老哥怎樣安排 就是 還沒談到這件事 因為 這個月才發生 來的 之前幾個月都沒有什麼問題 WhatsApp都可以談好幾個 是這個月頭 完全是 很冷的回覆 OK啊 好啊 那樣的 即是不會多 你們已經分開住了 其實都不是說分開住 因為他 我在新加坡做工 哦 嗯 嗯 他在KL 你在新加坡 對 對 那你每個月回來幾多次 基本上一個月一次 這樣 這個是關鍵 嗯 但是 之前那幾個月都沒有什麼問題 一下就 7月變成了這樣的問題 我都是想不到 想不到什麼辦法 嗯 大家這麼遠距離 什麼事都可能會發生 嗯 就是 嗯 都有想到很多事情 我問了他 他都是說 是 沒有了 沒有了感情 他覺得 他覺得 他都沒有了感情 嗯 嗯 是啊 因為你一個月回來一次 回來兩天 嗯 嗯 有事兩天 有事三天 對 嗯 兩天 三天 因為都是在這裡打工 沒有可能 可以請到這麼多日假期 為什麼 你又不接太太 來呢 嗯 因為 先開始是我在這裡打工 先 先找到 因為KL找不到工作所 已經是開始 慢慢沒有工作了 其實都很害怕的 在念頭的時候 所以就慢慢找到新加坡 新加坡那裡 新加坡那裡就找到 OK了 然後我打算定錄你 先 先帶他們上來JB 或者是新加坡那裡 因為我先過來三個月 嗯 三個月 三個月 是啊 三個月 就是 是啊 是啊 那應該不止了 那你之前 大家的相處都 嗯 嗯 之前都是 因為他現在這麼堅決 你唯有接著下來 就 怎樣去接受 我覺得現在的專注 是怎樣去好好照顧 怎樣大家一起去照顧孩子 嗯 幾個月 你呀 幾個月 嗯 嗯 他不肯改變 亦都堅決 那你就要做的呢 就是 怎樣保持著好好的朋友 為什麼大家還是OK 開開心心 看到面 就是大家沒有面左左 因為你做這件事 是為了孩子 嗯 那意思是 沒得挽回 那 我不知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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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但是 感覺上是 你這樣 女人去到這個位 加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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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 你便暫時不可以簽 嗯 兩個月頭都是因為自動離婚的 不是嗎 嗯 他單方面申請 時間拉長 嗯 嗯 好像是 如果我沒有錯 熟悉法律的朋友 可以在Facebook上留言 好像是兩年 那在這個期間 你就盡量改變自己 和他保持良好關係 我們說 女人去到這個位 就一定有一些事情 抓住 覺得 他頂你不順 可能有跟你說過 重複重複說過 我不知道那件事是什麼 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看不到 他到頂不順的情況 他就 提出 通常是這樣 不然的話 他沒有這麼容易 就 針對這件事 去 即是 很少的了 嗯 OK 嗯 嗯 那你 你問我的話 現在 維繫不錯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嗯 基本上 現在都少WhatsApp給他 嗯 因為之前 一直WhatsApp給他 他覺得我很煩 令他很討厭我 他就這樣說 所以現在我都不敢WhatsApp給他 完全都不敢和他聊這些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 嗯 嗯 OK 嗯 嗯 是的 你現在要跟他說的就是 好 我尊重你的意見 但是 有一個要求 就是大家 不要抹臉 在孩子的面前都不要 不要 有時候他們 分了之後 你是老爸啊 你媽媽啊 講衰對方這件事不可以 雙方都不做這樣的事情 雙方的表現都是 就是每次見到面 都是朋友 OK 又笑 又說又笑 不要那些面左左 孩子看得到的 嗯 孩子知道你們分 已經心靈 心靈上受傷 再見到你們見面 面左左 或者我們不見面 什麼的話 他們更加 感覺不到那種 至少明白你們分開 但是 大家見面還是朋友 他們的感受不同 嗯 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傷害 嗯 嗯 OK 但是你就長期都還會回來 在那裡上班 所以你見孩子都是一個月一次 是啊 長久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嗯 孩子和你的關係 哈哈 你不會做三個月 你會繼續的嘛 當然 對 對換率又很高 你怎麼放棄呢 現在暫時 其實我在問自己 為了神星 被沒了老婆 是否值得 哈哈 嗯 你怎麼保持 不會沒了對子女 也是很重要的 哈哈 嗯 OK 謝謝 加油 拜拜